大家好,我是新世界唱水王的岩石良老师 今天我们来学习经编日语教程第三册第五课的绘画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绘画的题目是 取引先を訪問する 也就是拜访客户的意思 首先王小华先说 在这里汉字写者念成物 它是表示人、人的意思 那么大家知道 如果汉字写物的物的话 它就表示东西的意思 所以呢 不好意思 我们是任何化妆品的人 我们和企画部の橋口様と 橋口様 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同学 以后在对公司客户说话的时候 称对方是一定要称呼为様的 千万不能称为さん 因为只有在公司内部管前辈 才能叫さん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所以企画部の橋口様と 三字に合う約束をしております 在这里吧 三字に合う会社 口号 口子来 然后呢 一个箭头指南后面的 約束 所以 我们和企画部的墙口呢 有一个约定 什么约定呢 三字に合う 三点见面的约定 而三字に合う約束をしております 那先来思考一下 这个しております 是什么意思 没有错 这实际上是 ておる的一个用法 而ておる大家知道 它就是ている的字签 所以在这里呢 しております 就是しています的字签的一个说法 我们和橋口要约好了 三点见面这件事情 然后流血跟人就说了 はい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た 又来了 这里ておりますた 就是ておる的过去时 换句话说 就是ていた的字签的形式 所以 所谓的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た 对应到原本的说法 它应该是 待っていた的一个字签形式 而所谓的待っていた 大主意了 待っていた和待っている 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待っている的话呢 就表示 我现在还在继续等待当中 那就暗含着 你还没来 还没到 所以我还在继续等你 叫做待っている 如果待っている 它的字签的话 我们要说的是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待っている字签 我们要说的是 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但现在情况呢 是王小华 他们一行人已经到了 所以呢 这个受付の人 他就不能再说 待っている 而说待っていた ていた是表示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一直处在这个状态下 但是暗含着 现在已经不是了 所以所谓的待っていた 也就是 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 一直在等你们 但现在当然不用等了 因为你们已经来了 所以他的字签就是 我们一直在等您了 我们一直在等您了 会议室へ 也出现过了 它是一个挨招的一种 让您久等了 然后中层科长继续说 お忙しい中 お忙しい中 在上节课我们学习了 是一个意思 它只不过呢 比今日更加的尊敬 有礼貌一点 那么今天怎么样呢 今天是 新商品の販売契約の件で 这个で 实际上是可以表示 原因理由的 是因为什么呢 是因为新商品的 一个销售合约的事情呢 估计的事情来拜访的 早速ですが 虽然比较迅速 但是实在抱歉 我就要 请允许我进入正体了 然后说 好的 然后中层科长继续说 あの 販売期間についてですが この前の話では 今年の9月から来年の3月まで 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よね について 它是表示 关于 而何々ですが 这个形式 我们在知情的 绘画文当中也出现过 正在口语当中 经常使用何々ですが 实际上 在这里的が 当然是基于原本 我们学习的表示 转折 虽然但是这个含义的 接受注字が的用法 但在这里呢 它已经和 虽然但是这个 明显的转折 没有关系了 它是一个 瞬接的用法 而瞬间科 在这里用来 提示出一个话题 换句话说 我用何々ですが 这个形式 来提示大家 提醒大家 接下去 我要讲的内容 都是关于这个话题的 都是关于这个话题的 所以 販売期間についてですが 那么 关于 这个销售期间 这个事情呢 この前の話では 这个では 是禁定范围的 在之前 我们商量的这个范围当中 是 今年の9月から来年の3月まで 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よね 是从 今年9月份 到明年的3月份 是这么一回事情吧 然后超过说 そうですね 是的呀 然后春色感继续说 その後 次内で検討重ねまして 販売期間を 来年の8月までに 伸ば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最后的 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大家知道 如果说成 比较一般的说法的话 就可以说成 どうですか 对不对 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说的比较一般的说法 就可以说是 どうですか 因为其中 でしょうか 是ですか 比较委婉 客气的说法 而いかが 又是 どう 的一个比较尊敬的说法 所以 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和どうですか 意思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往前面看 他说了 その後 之后啊 さないで 这个で 可以理解为范围 同一个可以理解为 动作作用发生的场所 在我们公司内部呢 けんとうをかさねる かさねる 我们上节课 曾经学过单词 它表示 重叠重复的意思 所以所谓的 けんとうをかさねる 这种不断的重复 在讨论 けんとうをかさねますて 我们不断重复讨论之后呢 販売期間を 来年の8月までに 伸ば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ども 那么 伸ばす表示 延長 在这里 我首先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延長 这个伸ばす 这个动作 在这篇画当中 是谁做的呢 换句话说 是 中村客长 他们 换句话 中村客长 他们日和化妆品的人 去做伸ばす 这个动作呢 还是 巧口他们公司 去做伸ばす 这个动作呢 那么 很多同学 肯定看出名堂来了 这里给的是 伸ばしていただきたい 动词 加上 ていただく 动词 加上 ていただけてもらう 这一组 受容动词的话 我们在初期 是学习过的 是希望 别人为我 做某事 所以 ていただく 这个动作 不是自己做的 换句话说 中村客长 说的这句话 那么 这个 伸ばす 这个动作 自然就不会是 中村客长 这一方的人做的 他是希望 对方 去为他 做这个事情 所以 他是希望 巧口他们 为 日和化妆品公司 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最终 要延长 这个期限的呢 就是 藏伙他们公司 怎么延长 这个 是表示 兵语 另一个词 就是 伸ばす 的兵语 所以 这句话的 主干部分 就是 伸ばす 要把销售期限 给延长了 延长什么呢 来年の8月までに 在这里 这个までに呢 大家要分开 来考虑 まで 同样是 时间上 来年の8月まで 一直到 明年的8月份 而这个に呢 我们应该把它理解为 结果 也就是 我延长销售 基金的结果呢 是把它延长到了 明年8月份为止 那么 希望 您们 可以做这个动作 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 现在变成了 这么一个 情况了 いかがでしょうか 你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超过说 ということは 也就是说 販売期間を 一年間にする 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在这里 它会有个句型 就是 ないなということは ないなということですね 我们在之前 碰到过 也就是 所谓的前项 也就是说 是后项了 那所谓的 你们要我们 延长到明年8月份 这个事情 也就是 要 販売期間を 一年間にする 这个形式的话 大家观察一下 实际上 这是我们初级学习的 表示变化的 他动词 する的用法 把什么 变成什么 把什么 当做什么 把合约 期限 变成一年 就这么一件事情 然后 中苏感 继续说 はい そうです 是的 なんとか お願いします なんとか 这个字 我们在上 这个学过 他表示 想方设法 想方设法 请 拜托了 请你帮我们 想想办法吧 对吧 这个含义 然后 他会说 えー そうですね 这个そうですね 是在 对方问你问题 你不知如何 回答时候 要想一想的时候 先说的一句话 这个啊 この件について 这个では 当然可以表示范围 也就是 決めかねる 的范围 难以决定范围 在怎样的范围当中 难以决定呢 在我的个人 见解 在我的一己之见 的范围当中呢 是很难决定的 因为我毕竟不是老板嘛 所以呢 部内で で表示范围 那么在我们部门内部呢 もう一度検討してから てから 超级句型 表示之后 在我们部门内部 再一次研究讨论之后 お返事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再给您回应 然后 中作家就说了 わかりました 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就拜托您了 然后往小怀 跟着说 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拜托了 好 以上就是绘画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练习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 改写句子练习 第一 另一他给出的 提案是 今日は 走ってみようと思う 今日は 走ってみようと思う 这里呢 首先牵涉到一个 一初级的句型 就是 动字的一句型 加上 よと思う 这个形式表示 想要做某事 那么 今天呢 我想要 跑步跑跑看 这时候呢 它的括号当中 给出的是 走れる 走れる 大家首先先思考一下 走る这个词是 走る的什么态呢 没错 是可能态 所以他用走る 构成了 今日は走れるだけ 走ってみようと思う 今日は走れるだけ 走ってみようと思う 那么大家会发现 在这套题目当中 他考察就是 だけ的用法 而这里的だけ 它和限定是没有关系的 这里打开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表示 进前向的最大努力 最大范围 最高满足的意思 所以所谓的 走れるだけ走る 门跑多少 跑多少 对不对 进前向的最大范围 最大努力的意思 这个だけ的用法 那么 我们用 这样的一个用法的だけ 把下面的五句一句 来改写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句 第一句给的题材呢 是 飲料しないで食べてください 飲料しないで食べてください 不要客气 吃 然后呢 括号当中给的是 食べたい 想吃 那么大家怎么用 だけ 把这句话给完成呢 给大家先思考一下 那么这句话 进行答案进行是 飲料しないで 食べたいだけ 食べてください 再说一遍 飲料しないで 食べたいだけ 食べてください 我们可以在 食べてください前面加上 食べたいだけ 的形式 食べたい是想吃 食べたいだけ 就可以表示 进前向的最高满足 所以所谓的 食べたいだけ 就是你有多想吃 就吃多少 千万不要客气 所以这句话表示 不要客气 想吃多少 吃多少 大家看一下 第二句 在这里的ため表示目的 为了 为了考试能够合格呢 我想努力试试看 他括号当中给的是 がんばれる がんばれる 那么同样 大家先自己用 だけ来感谢 这个句子看看 那么 那么答案可以怎么说呢 可以说 試騎に合格するため がんばれるだけ がんばれるだけ がんばってみたい 我们只要在 我们只要在 がんばってみたい之前 加上 がんばれるだけ 就可以了 がんばれるだけ とんばれるだけ 通常还表示 金钱上最大努力 コア当中是もてる もてる 大家观察一下 会发现 它实际上是 もつ的可能体 那么 如何用だけ 来感谢这个句子呢 大家先思考一下 那么 最后答案 最后答案 最应该是 ここに残ったものは もてるだけ もってかえていいよ 再说一遍 ここに残ったものは もてるだけ もってかえていいよ 这时候呢 我们只要在 もってかえていいよ 的前面加上 もてるだけ 就可以了 同样是 金钱上的 最大努力 最高程度 最大满足的意思 能拿多少 拿多少 留在这里的东西啊 现在这里的东西呢 能拿多少 就拿多少 是可以的 这样的含义 好 再来看一下 第四句 今度のイベントは 多くの人に 参加してもらいたいです 今度のイベントは 多くの人に 参加してもらいたいです 那么在这里 首先还要注意一下 参加してもらいたい てもらい 呃 我们刚才 在会晃当中 也提到过 它表示 希望别人来 为我做某件事情 所以 如果是 参加してもらいたいです 这个剧情 我要换成一个 和它含义 很接近的剧情的话 大家可以换成 哪个剧情呢 可能很多人 已经想到了 可以换成 てほしい 的形式 可以换成 てほしい 的这个形式 那么 てほしい 这个剧情 大家一定要再 注意一下 我们在初景的 曾经学过 ほしい的用法 如果是 名词 加上ほしい 的话 名词 加上がほしい 这个形式 它是 第一人称 我自己的愿望 我想要 这个东西 对不对 但是 如果是动词 てほしい 加上てほしい 这个形式的话 它和第一人称 我自己的愿望 就没有关系了 因为 第一人称 自己的 对于一个动作 愿望的话 它是 不用ほしい 这个词来构成的 而是用 たい 对吧 食べたい 飲みたい 行きたい 这样的用法 所以てほしい 实际上就和 てもらいたい 是一样的 它不是 我自己想 去做这个动作 而是 希望别人 去 为我 做这个动作 那么 希望谁 去做这个动作呢 那个人 后面 忘根的 就是 隔住字 に 这一点 说白了 和てもらいたい 也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希望 别人做某件事情 也可以用 だれだれに なんなにをしてもらいたい 现在同样 可以用 だれだれに なんなにをしてほしい 的形式 是一样的 好 那么 它这里 括号当中的 我们回到第四题 括号当中 给出的是 できる 可能它 できる 这个词 那么 怎么用 だけ 把句话 来解写一下呢 那么 进行答案 就应该是 今度のイベント 我们也经常 可以直接 把它固定 成一个 副字 来使用 就表示 尽量 尽可能 的意思 对不对 好 再来看一下 最后 第五题 ここを 自分の位置 だと思って いてください ここを 自分の位置 だと思って いてください 那么 首先 看一下 这个题 干 是什么 意思呢 这个题 干 大家 一定要在这里 用一个虚线 把它划 开来 所以 它表示 ここを 自分の位置 だと思って 首先呢 你要把这里 认为自己家 いてください 就是 存在动词 いる 再加上 てください 这么的 待在这边 我要求你 怎样待在这边呢 把这里 当作 自己家 那样的 待在这边 然后括号当中 给的是 いたi いたi 就是 存在动词 いる的 意识表达 想待着 所以 用だけ 怎么来改写 这句话呢 那么 次有大事件是 ここを 自分の位置 だと思って 痛い だけ 言ってください 我们在 言ってください 前面就会 痛い だけ 就可以 再说一遍 ここを 自分の位置 だと思って 痛い だけ 言ってください 什么意思 他表示 你就把这里 当作 自己的家 想 想怎么待着 想待多久 就待多久 的含义 所以 这道题目 再强调一下 他考它 就是 だけ 他表示 进前向的 最大努力 最大范围 最高程度 最高满足的意思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一题 下面一题 提干 他给出了 三个元素 私 田中先生 感想の気持ちを 伝えた 之后呢 他构成了 这样一个句子 就是 私は 田中先生に向かって 感想の気持ちを 伝えた 私は 田中先生に向かって 感想の気持ちを 伝えた 表示 我 向田中老师 表达了 感谢知情的意思 所以 通过这个例子 大家会发现 赵廷姆 他考察的就是 に向かって 这个句子用法 他考察就是 に向かって 这个句子用法 那么我们再来 回忆一下 に向かって 这个句子 它表示什么含义呢 我们在 前几次 语课讲 に向かって 这个语法 之后讲过 它是基于了 向かう 这个动词用法 而向かう 这个动词 它就是表示 朝什么什么 方向去 所以 に向かう 这个动词 和格助词 搭配 在中盾之后的 に向かって 这个句子的话 它的意思 还是表示 朝什么方向去 的意思 但是我们分了 三步走 第一步呢 就是 实际的 朝着某个方向 前进 进发 的意思 第二个呢 是抽象的 人声 朝着某一个 人声的目标 人声的方向 前进进发的意思 第三个 就和 に対して 一样 是表示 对象的 对着前面 这个对象 做了某一个 势力的动作 或者 是某种态度 这样的含义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に向かって 在例子当中 它就表示 是对象的 我呢 对着 田中老师 这个对象 表达了 感谢之情 这时候 这に向かって 就如同 我刚才所说的 是可以换成 に対して 的用法 可以换成 に対して 的用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句 他给出了 三个部分 小鳥 南 飛んで いった 大家先用 に向かって 把这三个部分 连在一起 试试看 那么 最后答案 就开始 小鳥は 南に向かって 飛んで いった 小鳥は 南に向かって 飛んでいった 表什么意思 这也是 に向かって 它表示 具体朝着 某个时期的方向 去嘛 对吧 小鳥 朝着 南方 飞去了 小鳥 朝着 南方 飞去了 的意思 再看一下 下面一句 给出了 三个 方面 一个是 新幹線 関西方面 走っている 那么 大家 同样 に向かって 来试试看 那么 最后答案 就开始 新幹線は 関西方面 に向かって 走っている 再说一遍 新幹線は 関西方面 に向かって 走っている 这时候呢 这一题 和刚才 第一题一样 它也是个 实际的方向嘛 表示 新幹線 朝着 关西方向 在 奔驰当中 在行驶当中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三题 给出的是 第一个 佐藤さん 第二个 上司 第三个 失礼なことを 言ってしまった 那么 大家可以用 に向かって 把它们 連在一起 先自己 做做看 那么 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 佐藤さんは 上司に向かって 失礼なことを 言ってしまった 他表示 佐藤呢 朝着 上司 这时候呢 在 这要题目中 に向かって 就我们 例句当中 に向かって 一样 都可以 换成 に対して 的用法 它是表示 对象的 对吧 佐藤 他对着 上司 说了 失礼的话 再来看一下 第四句 给的是 王さん 目標 毎日 頑張っている 怎么用に向かって 来看一下 大家先自己 试试看 所以 这个答案 是 王さんは 目標に向かって 毎日 頑張っている 王さんは 目標に向かって 毎日 頑張っている 那么 这里的 に向かって 就是我 刚才 在口头 梳理的 に向かって 当中 讲的 第二个的用法 也就是 我人生 那个方向 人生 目標 小王呢 朝着目標 每天都在 努力当中 好 最后一题 別的是 山村さん 夢 歩き出した 大仙洋に向かって 自己来 走开 次の大仙洋是 山村さんは 夢に向かって 歩き出した 山村さんは 夢に向かって 歩き出した 在这里的 歩き出した 歩き出す 这个形式的话 实际上 是我们在 前几课程 讲过的 动词的 MOS 它表示 开始做某事 开始走起来了 所以 山村呢 朝着自己的梦想 开始走起来了 这个 第五题和第四题 一样 它是一种 人生的 抽象的方向 所以 这样题目考察 就是 に向かって 的用法 好 那么 今天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 我们将继续来完成 第五课的练习